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喵哥 由于这段时间大家都宅在家里 所以有朋友就脑洞非常大的问喵哥 说我这个车子这么久没开了 你说买个车子吧,发展家里也不能开 那么作为家用车一年到底跑多少公里才划算 才算合适的呢? 喵哥还真就给大家查一查数据 给大家整理一下 看看我们真正所谓的家用车 绝大多数人一年到底能够跑多少公里 我从我家楼下到单位楼下距离是6公里 这个距离呢,在城里面说远不远,说近不近 不堵车的话其实算是非常近的距离了 但是堵车的话,那就不好说了 按照我上班的性质呢 平均一天一来一回,那就是12公里 一周五天,那就是60公里 那么一个月下来四周 可以算一下,就是240公里 那么一年下来,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呢 我每年还要除掉两个月的寒暑假 那么实际上我在上班这个事情的通勤的距离呢 大家可以算一下每个月240公里 然后乘以10个月就只有2400公里 如果照这么算的话啊 我的车子一年还真就只能跑2400公里 但实际上,我自己如果长远的这台车子呢 我每年的距离大概在14000到18000公里之间 当然了,除了学校通勤上班呢 我肯定还有其他一些事情 比如说家里面要用车啊 然后自己有时候回老家呀 包括有时候自驾游啊 反正砸起大巴的 一年下来呢 我的这个车子里程大概就是在14000到18000公里左右 但是呢,我老婆开的那个车子呢 它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只是上下班用一下 跟买菜车没什么区别 它一年下来还不到3000公里 当然了,一年下来这个车子能够用多少公里呢 给你的职业属性 属出的地域 用车习惯其实都有关系 但是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平均素质 比如说小县城和地级市这一集 他们的这个通勤距离先对是比较短的 因为大多数的通勤距离 平均下来一天 大概就在15公里左右 你按照正常上班时间上的话 这个通勤距离一年下来呢 其实还不到5000公里 再加上你平时家里面用车 什么自驾游加起来 所以绝大多数人的车子一年的里程 其实就在1万公里左右 当然了,如果你所处的城市省会级 或者说更大一些的城市 由于通勤距离呢 可能会先对长一点 然后其他各类杂七杂八的这个 事情和活动会更多一些 那么综合下来 一台家用车一年的里程呢 也就在15000到18000公里左右 你要是说一台正常的家用车 一年超过2万多公里 要么你的业务比较麻 比如说你是跑业务的 或者做工程的 或者其他一些特殊的职业属性 不然的话 基本上大家都在2万公里之内可以搞定 所以说你要真正定义为纯家用车的话 那么一年下来 里程基本上就在1万多 2万以内 当然了 我们买了车之后 肯定是车子跑得越多越好 是不是 这样的话 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利用它的价值 但是作为普通的家用 它确实用不了那么多 但是呢 对于那些一年还跑不到1000公里的 就是过年回来把车开一下 然后这个过完年之后 又把车子停在家里 一停就停了一年 这种情况 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样买车呢 它确实就有点浪费了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 其实可以把它买车的费用 这个投到其他地方 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那么去年一年下来 你的车子跑了多少公里 给喵哥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